在这儿我无比的感动 也非常的感慨 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很特殊的一段历史 我们也都是这段历史中的一份子 我想很多年以后 当我们回忆2022年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会因为自己做出过努力 而没有感到遗憾 超大的机会 我们人类必须在学会在生命面前 不分国家 不分民主 不分信仰 真正的建立合作 我非常同意阿卜多拉二世国王陛下所说的 从疫情中我们学到 人类过去需要彼此合作 团结合作 才能为下一边创造一个更美好 更和平的美好